歡迎大家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中俄被靠背 被打聲被靠背了 另外呢 中俄的核動力航空母艦會不會進行合作呢 6月17號不漸漸下水了嗎 結果呢 其實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在核這一塊的領域呢 也是互動或合作蠻多的 其實在2021年9月14號的時候 俄國的這個來看到是原子能集團 就跟中國大陸會生重工達成的協議 要採用是兩艘的浮動核電站的船體 2.26億的美元 這個浮動的核電站簡單來講就是 簡裝版的核動力的破冰船 那說到這個破冰船呢 俄羅斯其實有蠻多艘的 其實研發也非常好 1957年就有列寧號 然後呢 最新的當然是22220型的 這是最新的破冰船 還有來看到的是中俄啊 在CR929的寬體客機方面呢 現在俄羅斯工業部長就嗆瞎說了 中俄核製的CR929寬體客機呢 要重新進行設計 為了怎麼樣呢 要不要用西方的零部件 要換成中俄百分百生產的零件 讓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一個發展 這個破冰船應該還是屬於 我想還是一般的大概1萬噸左右吧 對啊 這個跟航母真的不能比 不過就是說它有用核反應堆 來作為核動力 事實上航母啊 俄羅斯並不是強項 因為俄羅斯 它畢竟就是個陸權國家嘛 它雖然有艦隊啦 可是它主要就是陸權 然後還有導彈啊 核子武器啦 然後空軍也不錯啦 可是俄羅斯的海軍 並不是知名的 在整個列強的比較中 比如說它的核動力的航母 目前只有一艘 那很久以前做的 就烏里昂羅夫斯克號 那是1988年做的 那很久了 那其他就因為一直財政問題就卡住 對 所以我不認為中國的核動力航母 會跟俄羅斯合作 我不認為啦 我認為中國應該 也有一定累積一定的經驗 因為事實上中國已經有核動力潛艇了嘛 那你現在講的是說 是這個可以移動的那種 核子發電的船啊 這種我估計中國應該也有了啦 那只是說要做多大這樣而已 所以我並不認為 核動力航母 這個中俄要合作 我認為中國不需要 而且這個蠻機密的啦 也沒有理由要讓別的國家參與 那你怎麼看那個CR929 現在這個零部件要百分百 這個CR929這件事情 我覺得 換成俄羅斯的零件 對中國不一定是好事喔 因為你會因為這樣拿不到歐美的四航證 因為他現在在抵制他嘛 那本來沒有錯啦 中國是跟俄羅斯合作 然後原定的有一些重要的零組件啊 是本來都簽好了嘛 那只是說俄武戰爭之後那些國家 現在不能提供 所以使得這個一些重要的零組件 被迫要採用俄羅斯的喔 可是 我不認為這是好事耶 因為 俄羅斯的客機在世界上也不是 有名的客機啦 我甚至認為是比較差的 事實上 歐洲跟美國還是比較好的 比如說他本來有航電系統 發動機起貨架 都是要從西方採購 一個是要買 航電系統要買美國的Honeyware 發動機要買英國的羅羅嘛 Ross Royce 或者是美國的G1 我覺得你現在如果不用這一些 要往俄羅斯的喔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我認為 我認為這件事情可能還有變數啦 不一定會繼續下去啦 因為這個會造成中國的trouble OK 好 那不管怎麼樣喔 中國大陸或俄羅斯 為什麼要被說要用國產百分百 那當然也是因為呢 美國去卡他的脖子 所以呢剛剛亮哥有說啊 本來航電系統要用美國的嘛 然後發動機本來是美國跟英國 要來進行相關的投標等等的 好那就是因為美國 可能會有一些卡脖子啊 等等的狀況 所以呢俄羅斯才說 要用百分百的來進行 他們百分百來用 但是呢當然這個試航證的問題 會引發很大的討論 尤其但是呢 美國就算用了他們的這些 航電系統或發電機 美國也會給這個試航證嗎 也不太一定喔 因為來看到C919 他的試航證呢 美歐現在就是不給他 這個相關試航證 而且他也是用了西方的這些的 航電系統啊 發電機等等的啊 但是C919就是 被卡住了 這個歐美的試航證等等的 好那剛剛也講到說 俄羅斯不是一個傳統的海權大國 所以呢俄羅斯也特別講到說 有一些雜誌啊 記者雜誌就特別提到說 也許呢俄羅斯會不會 也可以來跟 中國大陸呢 來買這些相關的驅逐艦等等呢 比如說大陸的056啊 或者是056A啦 反潛的護衛艦啊 或者是說054啊 或者是054A的 這個護衛艦等等 或者是052D的導彈驅逐艦 這都可以跟中國大陸來進行買嗎 另外呢中國大陸其實呢 現在這個衛星圖也公佈了 比如說也是在警告美國嗎 說你也不要亂來喔 因為我們看得到你了 751號的衛星呢 其實對準呢 來看到喔 拍了美國的 航母的一個停泊的狀況 比如說這李米茲級的兩艘 停在這邊 這是李米茲級的航空母艦 它離開了 這個是非常空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的清楚 更別說呢 東風41的洲際彈道導彈 已經列裝了 其實是打得到美國的 那當然是真的不能用 用了真的是要打仗了 我想問一下 大使你怎麼看這個最新的 中俄發展還有呢 中國大陸也公佈了 大陸的 我看得到你航空母艦啊 對 我想這種公佈喔 就是說自己的衛星照 然後就看到 尤其針對對方的 對方的一個 軍事設施的話 這種就是一種 能力的展示啊 那麼就告訴你就說 其實你都在我的眼皮質之下 I watch you 你一進一動的話 我都知道 那而且聽說這一張照片 照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解析度非常高 我想這也是要展現 就是說大陸 大陸這個整個的這個 整個這個衛空罩的這個能力 有大幅的提升 那所以 美國做了一大堆 對中國大陸的抵禁偵查 那中國大陸就用這種方式 來回禁一下美國 我想也是一種 對美國的一種 說得很明白就是一種警告 就是說我對你的掌握 超乎你所想像的 那這一點的話 我想會對美軍 美方造成 造成形成一點壓力 那俄羅斯事實上 他們是 這個 這個一個媒體上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尤其是在他們的這個 莫斯科號被集成以後 那我想就是說對俄羅斯的 這個關心俄羅斯的這個 海軍的或者整個軍事的 這些俄羅斯國內的 我想也會掀起一個討論 那事實上你看那個 我光看當時被這個 烏克蘭集成的這個 莫斯科號這件的主力艦 事實上你看它的那個 不管的這個造型裝備 都感覺是很成就跟過時的 那也就是說 就是說在海軍部分的話 事實上俄羅斯要追趕的空間很強 那由它自己來造的話 可能現在的話 它的這個整個的能量 還沒有那麼大 因為現在全世界最強的 這個造船國家來講 就是中國跟韓國 那這個造船事實上 某種程度上 你要有既有的船屋嘛 那船屋要夠 你各種的這些 你的能量 造船的能量要很夠 而且你可以很快 再接單 那在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海軍建造的最能力 我想現在全世界可能 最大的應該是中國大陸 因為光看這個 從054到052到055到055 現在又講076 然後再加上三艘航空母艦 對中國大來講的話 也不就這十年的事情 你像這個052D的話 它是2014才下的 那055到2018 那這個三冬號 也差不多就2018 2019 那你看2022 現在又有一個福建號 所以這個速度快 造船的速度快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量大 那像俄羅斯目前這種情況的話 當然他們的這個軍事分析家 或者這個報紙的相關的軍事記者 它會想到中國大陸 而相對之下 中國大陸的造舰的這個 可能造價也是性價比最高的 我看大概一個075好像 0052大概是35億人民幣 人民幣 那你算美金的話 美軍派造同樣的舰 可能都是用美金來算 所以這個性價比的話 又差很多 那中國大陸 事實上的話 也目前造的舰都是 等於就是說 最新的各種的觀念 概念 觀念跟最新的這種技術 都很快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真的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這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而且如果現在俄羅斯 在推動這個去美元化 我想在過去一段時間 但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最近就是今年的 這個貿易量提升很快 當然這裡面很大的一個比例 是俄羅斯的能源 因為俄羅斯 今年前五個月 它已經成為 對中國大陸能源 石油進口的最大國 超越了沙特了 超越沙特 那我想在俄羅斯 推動這種本幣貿易之下 那麼事實上的話 將來中俄彼此都會拿到很多 對方的貨幣 那麼中國大陸手上也有很多 可能盧布 那俄羅斯手上可能要去美元 他也拿了很多人民幣 那我想就是說 既然雙方都有本幣的話 那這種大規模的交易 一艘軍艦35億到50億 這人民幣的造價 那俄羅斯手上拿那麼多 這個人民幣的時候 就用人民幣來支付 這也不是一個壞的交易 而且可以增加這個貨幣的 實際的使用率 所以我覺得從很多角度上來 我覺得 我倒覺得俄羅斯可能真的會 很認真的思考 而且現在它這個 面臨了一個新一波的 西方的整個的圍堵 不管將來在黑海 或者在波羅的海 或者在太平洋 或者在北冰洋 就是說這個四個方面 俄羅斯的海軍的四個方面 這麼大的國土 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海軍 事實上它的國防會產生漏洞 你不能只靠陸軍 你的敵人不是都只有烏克蘭 你現在將來 你要跟日本人的話 在北太平洋 你要在俄羅斯科海 跟美國的阿拉斯加那邊 美軍的艦隊對峙 你這艦隊要趕快 要能夠趕得上 不管是量跟值上要趕得上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最能夠滿足俄羅斯 目前這種需求 而且是快速需求 我想只有中國大陸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這個文章 他的這個記者這篇文章 事實上的話我想是 等於有地方放肆 不是無地方放肆的 那如果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關係 繼續往深一層發展 那麼可能等了俄武戰爭 結束以後 我覺得這些方案都會被 尤其俄方 他們會認真研究 對啊 俄羅斯他當然是傳統的 陸權大國 那中國大陸 不只是陸權大國 其實海旋 現在也是衝翻海旋 我特別想要問一下 楊老師因為呢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在最近呢 在西太平洋 其實也蠻多動作的 尤其日本啊 日本最近也是蠻多 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也好 對台灣的態度也好 對於大陸態度也好 其實都有被說 有在不同的一個看法 尤其來看到是解放軍 被說亮劍了 十艘的軍艦繞日本 尤其呢防衛省 19號就公佈說 包括動物行的 南昌級的驅逐艦 拉薩號啦 成都號啦 東平湖號啦 等等 其實呢 中國大陸經過四個水道呢 來繞了日本 譬如說來看到 中古啦京青啦 還有包括這邊的 宮古海峽啦 還有雲娜國島 這個地方 這是中國大陸部分 那俄羅斯其實也有派出軍艦 看到是五艘的軍艦 通過的是宮古海峽 從太平洋往 東海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呢想要問一下楊老師 因為最近就包括了 美國現在也要開始 環太平洋軍演啊 6月29號說 要聯合25個國家 參與在夏威夷外海舉行 還派出什麼 林肯號 迪利波里號 雷根號等等了啦 當然也有參加 所以中俄呢 聯手其實也被說 告訴日本不要亂來啊 中俄的合作跟聯手 其實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相當長一段時間 只是以前大概媒體 沒有那麼的關注 但是這一段時間 從去年到現在 特別是在俄乌戰爭之後 我們會看到在戰略上 在軍事和這個演習合作上 在這個技術合作開發上 在就是油氣的購買這個商務 甚至鐵軌 這個各個什麼 就開始在加速度的進展 其實很簡單耶 我覺得 這個世界已經變成兩個世界了 其實從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 貿易戰到現在是俄乌戰爭 美國的北約東闊跟就是說俄乌戰爭 造成俄乌戰爭 其實你倒過回來看 美國的是戰略錯誤的 他把俄羅斯以及開發中國家都推 把他推出去了 那過去其實中俄之間的合作 那俄羅斯跟西方也有合作 他曾經有一度還是叫做 八大工業國家組織之一 2014年之後才被踢出來的 2014年之後到去年年底 其實中俄的合作也沒有進展這麼快 但是很清楚美國的就是科技戰 所以中國大陸了解 我不可能再用你的科技了 對不對 你的科技也不會用到我這邊來了 我一定要尋求科技自主 然後你的市場慢慢的 我可能也都進不去了 除了那些民生的必需消費品 或者是製造業 高端的這些層面 不管是從5G到慢慢的擴大 甚至到數字經濟 到服務業這個層面 這個已經變成兩個半球化 這兩個半球化已經不只是停留在 只是科技 商業 金融 它現在變成是全面性的 政治權利的這種競爭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 我不去跟俄羅斯進一步的合作 一方面可以把它關係拉得更緊 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對中國大陸 對這個開發中國家 還是一個有地緣 能源 技術 各個層面都有這種相互可以 就是說合作 然後呢彼此相互得利的一個好對象 那在這個俄烏戰爭情況之下 他也了解西方國家 俄國人想當歐洲人想了幾百年啊 俄烏戰爭就告訴他說 你就不要再想了吧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從這個角度我們看 至於說那個動力破冰船 我覺得那就是為了北極航線嘛 也就是冰上的絲綢之路 然後呢這個CR929 那就為整個開發中國家的這個國際市場 的確喔 美國呢用極限施壓的方式 其實讓呢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伊朗呢是越靠越近了 尤其大家還記得嗎 美國前國安顧問 布里辛茲基呢 他特別出了這本書 就提到說美國其實最大的擔憂 就是怎麼樣 把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伊朗呢綁在了一起 那這對於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擔心嗎 我想問一下老師你怎麼看 中俄你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他就是一直施壓俄羅斯 還有包括中國大陸 那當然他們呢 還當然要選擇要更合作 因為中國是崛起中的這個強權 然後呢跟美國現在已經成為 很明顯的這種競爭 甚至對抗的這種態勢 各自也都在去找朋友 我們叫做聯盟政策 那美國呢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以及印太 但講印太有點虛了 其實就是亞洲 因為印度有一點是搖擺國 那這次更證明他的搖擺對不對 然後呢 中國大陸呢當然在這個時候呢 除了他的一帶一路 但一帶一路是幫人家做基礎建設 不是真正的聯盟 那你現在這個以他的就是中國 中國也不再進行軍事聯盟的 這樣子一個政策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有軍事的合作 OK 所以呢 中國跟這個俄羅斯過去的關係 在這個整個過去這幾年的這個進展 就變成一個相互的互補 非常的強 那對開發中國家而言 如果說東西只是單純來自於中國 比如說那個這個CR929的話 他就會覺得來自於西方的壓力非常的大 但如果是中俄的合作 再加上第三國當地的共同的參與 你的市場就會無限大 因為現在就是 美國跟西方所做的東西 馬上下禮拜G7他們要推什麼基建計畫 我是畫了一個大問號 因為第一個錢哪裡來 第二個你有錢誰幫你做 是不是 那現在的一帶一路 就是中國有這個能力去做這個基建 然後以及製造業的這個支撐 但是呢 你必須要跟更多的這些主要的國家合作 你的這個市場才更加的鞏固 那這個核動力的破冰船 我覺得 我猜想應該是跟北極航線有關 因為在2018年吧 提出來的那個叫做冰上絲綢之路 然後呢 冰上絲綢之路 其實比一般從就是印度洋 或者是這個整個要40天的航程省三分之一 而且現在又暖化了 又暖化 再加上這個北極航線所開發出來的這個油氣 也越來越多 所以這是一個可能的 就是說 合作的方向 那美國現在在這邊也加強 它的這個軍事戰略 跟加拿大的這個合作 還有 丹麥跟這個冰島 那我覺得 在 它跟 就是在日本周圍 從10軍艦到6軍機到最近的整個 就是說軍艦繞的日本 這個其實是一個訊息 一方面是展現中俄之間的合作 因為中間 中俄之間的這個海上的合作 你不太可能 每天跑到南海去 那所以呢 地緣的關係 你就覺得好像也許跟日本跟韓國比較接近 那同時他也發現到 日本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岸田文雄 尤其是下禮拜他會展現更為 積極的就是 這個跟美國結合的政策 我把它叫做安保plus 也就是說美日安保plus 但是有好多種plus 有雙邊三邊四邊五邊 我們等一下講到那一塊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深入來講 那因此呢 這是一個戰略 中俄戰略合作的 一個這種就是展現 那同時也是一種 核子相互合作的一種 嚇阻能力的這種展現 因此在中俄一 那如果伊朗的話 這個當然就更為有趣了 我們經常都 這個你剛剛指的 那個布里斯涅夫的 這個中俄一的合作 那是1997年的大集團 這本書裡面提到 它是從一個單純的 就是世界島的這種 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 可是 伊朗的合作呢 我覺得其實跟中俄之間的合作 還不能完全畫上等號 因為伊朗還有很多的這個問題 尤其他伊朗現在可能更加的會深陷 到就是跟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以色列的這個 在整個中東之間的這個對抗 還有他核武 核計畫是不是真的要走 那可能會招致來更新一波的這個 就是制裁 那他如果要走的話 既然中國去制裁了北韓了 為什麼不去制裁伊朗 那在這個問題上呢 就會面臨到一個比較大的這個難題 所以伊朗的未來的選擇 我想中國也是這個密切的關切 那因此真正的中俄一的這個三邊的合作 是不是真的能夠如這個布里辛斯基所說的 像現在的中俄合作一樣這樣走下去 我都覺得這還要再觀察 當然還要再觀察 但是呢這個是一個趨勢嘛 尤其來看到是說 最近呢精英專舉辦了 那俄羅斯當然有參與之外呢 擴源是一個裡面當中很大的議題 其中呢下一步可能會不會是印尼啦 還有伊朗啦 土耳其會不會也在其中 那當然阿根廷是意願最高的 那說到這個伊朗的部分呢 這個油的部分來看到 還有包括貨物的部分呢 其實跟中國大陸的貿易呢 也是增長的不少 中國大陸現在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大陸5月份的時候 進口26萬噸的伊朗的原油 過去26個月當中 中國大陸進口了2400多萬噸的伊朗的石油 創下歷史新高 那更別說我們去年討論非常多的就是 中國大陸跟伊朗呢 有簽署了25年的合作的協議嘛 那普丁呢在之前的聖彼得堡論壇的時候呢 就特別講到說 美國所主導的單極世界走向的盡頭 世界迎來是多極化的世界 那尤其來看到的是 俄羅斯以前大家都知道說 他有可能要靠向歐洲啦 那現在是越來越靠向了亞洲 中俄的貿易額是大增的 今年1到5月的時候呢 貿易達到了658.1億的美元 同比增長的28.9% 那更別說呢買了很多的 俄羅斯的石油 中國大陸這邊 譬如說呢今年5月的時候呢 進口原油達到了 4582萬噸 這應該是錯了吧 應該沒那麼多 400多萬噸 然後呢從 total是對 total是在4000多 然後呢從俄國進口的是800多萬噸 從沙特是700多萬噸 那所以呢俄國是超過了沙特 變成他們最大的一個 進口石油的來源國 大哥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布里斯基那個是 那個是老掉牙的東西啦 因為 我覺得是伊朗跟俄羅斯 靠過來中國這邊啦 可是中國不一定是靠過他們那邊啦 所以這個不能 把它形容為背靠背啦 因為實力相差太遠了 伊朗人那個GDP 只有2000億美元你知道嗎 台灣是6500億耶 伊朗只有2000億耶 所以伊朗憑什麼跟中國 背靠背呢對不對 那俄羅斯也是只有 有什麼1.6兆美元啊 跟中國還是差很遠啦 對 我說你隨便講都比伊朗要多很多啦 比如說阿根廷 阿根廷3800多億 巴西1.4兆 我說我可以舉很多國家 實力都遠超過伊朗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是中國是在一個 俄羅斯戰爭下 使得本來有一些國家 越來越需要它啦 所以本來有一些 潛在的一些障礙被打開了 可是這個不能夠理解成說 中國要跟俄羅斯伊朗結盟啊 這個 對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啦 我認為中國大部分的人都不這樣想 中國還是需要歐洲啊 需要日本跟韓國啊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人這樣思考啦 說什麼中俄要結封 你如果認為中俄要結封 那剛好中了美國的計啊 美國就希望你這樣想啊 事實上我覺得邏輯上應該是 俄羅斯需要中國 那中國當然有一些個別的技術項目 需要俄羅斯啦 可是俄羅斯的市場還是不大 它雖然人口有意義多 可是 就是基本上 就是我覺得基本上要用這樣來理解 才比較準確啦 就是說 本來有一些障礙被打開了 比如說 中吉烏鐵路可以蓋了 黑龍江大橋可以通了 然後未來可能還有中國 經過蒙古到俄羅斯的鐵路 那中國的農民可以到俄羅斯開農場 這些都是俄羅斯以前不願意進行的項目嘛 可是當這個被打通了 並不等於說中俄就結封了 不能這樣講啦 這個我覺得會失真啊 我認為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雖然充滿矛盾 可是他跟日本在經濟跟科技上的合作 對中國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 這樣看會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還有比如說韓國 你看那個尹錫月 今天下午這個清華台 就立刻發一個聲明 怕了要命 說我沒有要反中啊 我沒有要反俄啊 你也看出韓國的南圍啦 那我就在猜猜尹錫月 你去北約幹什麼 我猜是不是 因為那邊可以見到 美國跟日本的代表 那開個小三邊私下的會議 我不知道啦 因為尹錫月這個 去北約的行動真的難以理解啊 可是我覺得 你可以看到 人家也是很敏感在處理這個關係 所以你也不能夠 當從尹錫月說去了北約 你就說怕一面倒去啊 沒有啊 他很在乎他跟中國 還有俄羅斯的關係啊 所以我覺得 國際關係恐怕要這樣看 才會看得準一點啊 不然你一下就說 因為他做了那個動作 所以他就靠那邊了 恐怕不是這樣啦 我覺得 很多國家他的 對於這個 國家利益的複雜計算 我覺得現在才剛剛開始 那越來越多的 獨立自主的一些選擇 會越來越多啦 比如說印度啦 土耳其啦 印尼啦 你很難說他是親哪一邊的啦 我覺得他 應該用這樣來看中國大陸 會比較準確一點啦 對那這個其實亮哥的意思也是突顯出呢 以前美國呢 這個所謂的單極世界 也許呢其他國家也要開始思考了 單極的世界 就像普丁總統說的嘛 單極世界走向的盡頭 世界迎來是多極化的時代 那當然就是不只是美國啦 中國大陸也是啦 還有各個國家 也要為自己的國家的利益來思考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那就講到說 那中國大陸跟美國 那誰對這個世界上 誰才有大國該有的樣子呢 最近呢很多的峰會陸續的召開 金磚啊跟G7啊跟北約等等 一邊是在拼經濟 一邊是一些軍事結盟 那在世界上的感受度如何呢 來看到是金磚峰會 那剛結束了嘛 金磚領導人發表的這個北京宣言 宣言當中89次提到了發展 105次提到的是合作 然後也重申說俄烏談判啊支持等等的 也說呢這個合戰是打不得的 另外呢習主席的也有講了這些話 譬如說呢他講說 拎成一股神啊 卯足一股忌 那支持開展全球發展的倡議合作 然後呢這個普惠平衡等等的 所以看出來呢 這是希望有一些合作 來幫助這個全世界 然後呢習主席用視訊呢 主持了全球發展高層的對話會的時候呢 也有很多的國家的元首來參加 阿根廷啦 埃及啦 印尼啊 馬來西亞 伊朗 柬埔寨 斐濟 這些元首都來出席 好那說到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來講 或者是幫助這些開發中國家 或者需要的國家來講 阿富汗最近大地震啊 造成了1500多個人死亡啊 結果呢中國大陸這邊就提供了 5000萬的人民幣的人道主義的救援 那美國在這邊打了20年的仗 這個阿富汗的問題都不管了嗎 那另外一邊來看到6月26號到28號 G7峰會要舉行了嘛 要啟動一個新的基礎建設的倡議 那當然就針對一帶一路囉 另外呢29到30號的時候 北約領導人也要開會 然後又要說要把所謂的 首次面對中國的威脅 這個北約也要亞洲化等等的 我先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一個是金磚一邊是G7還有北約 其實這個架構啊一直是這個 二戰以後的這個國際架構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一直主張的三個世界啊 一個就是說霸權的世界 那美國跟當時冷戰的時候 美國跟蘇聯 然後以開發國家就是歐洲跟這個日本 一個集團第三世界一個集團 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到了後冷戰時期 已經現在一個 美國要一個後冷戰的新冷戰 這個三個時期裡面 其實這個基調 中國大陸強調基調 大概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基本上還是希望 就是說不要集團化的對抗 基本上還是走全球化的路 全球的國家基本上 那個第一世界國家跟第二世界 喜歡搞團體 可是並不了第三世界 要跟著第一世界第二團體 這種劃分法走 那現在第一世界就是說 原來是美蘇的兩個超級強權 後來當然就變成只有一個 美國這個超級強權 所以美國超級強權這種 比如說搞集團化 搞這個集團對抗 我想中國大陸是反對的 到今天還是一直反對 你可以看這一次 這個習近平在這個金磚 五國的峰會裡面 基本上幾個立場就是 我覺得都是一貫相承的 第一個就是說 支持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說 人家世界命運 全球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不要搞膩全球化的操留 全球化基本上大家是應該 共同還往前推進的 這個對不管是 你是富裕國家還是發達國家 尤其對於富裕國家 或是發展中國家 尤其對發展國家 封中國家來講是極為重要 第二個它還是強調多邊主義 那不要透過單邊的主義 單邊主義 現在全世界走單邊的 只有一個國家 就是美國了 這個指涉性很強 就是不要走單邊主義 那麼這個國際組織 或國際法或任何國家 不遂你意義的時候 你就把一邊全部都丟掉 然後就照自己意識 一意孤行 第二還有就是說 聯合國作為核心 國際事務的一個核心 聯合國通過的國際法 作為國際上共同的標準 這個也是特別針對美國 所謂的 規則為原則的國際關係 美國這個規則是一個一大敗筆 很多國家就說你這個規則是什麼規則 對你這就是美國的入 對你這就是美國的入 那國際上的話有 現在就是說 1970年以後 聯合國所謂的國際法成文化 國際公約 在各種領域上 這個如雨後春筍的出現 你光這個國際人權組織 國際勞工組織 它通過的所關 有關這種勞工標準議定書 就通過了100多個 那這個都是世界各國 聯合國會員國 還有這個勞工組織 聯盟的組織 他們一起來通過 那你別的不要講 你講這個 你講這個WTO來講的話 WTO通過的所謂多邊貿易法規 也有十幾二十項 這個都是所有的 WTO會員國一起通過 可是美國的話 一開始的話就說 我就退出了 我就把你的組織癱瘓 所以就以聯合國為核心 聯合國為核心 通過的國際法 作為國際事務的處理的準則 跟一個法律的標準 我想這個是蠻符合 現在國家的 那反集團的話 還有中國大陸 特別強調一個合作跟發展 發展的話我想是對於 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發展就強調了一個 比較能力比較強的國家 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的一個 這個援助跟這種扶持的 這個政策 其實聯合國一直有 這次我看他特別提到 習近平特別提到 他要挹注這個 所謂的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Global Fund 事實上就是各國 尤其是比較財務 比較寬業國家 把這個錢捐到這個Global Fund裡面 他最早當然是從環保的角度 有這個Global Fund 可是現在這個概念更擴大 所以中國大陸我想今天就是說 大概很多著眼點 都是從怎麼樣 全球的角度 這就是大陸最近這一年來 講了對某一個國家 講了好幾次話 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講得很有趣 他說大國也有大國的樣子 大國就是說你講事情的話 你不要從你自己角度 是從大家的角度講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